大家早 本席今天要演讲的探讨的问题是 面对流感的威胁 提高警觉物恐慌 大多数的民众容易误 以为流感的感染的对象 主要是以老人及幼童为主 其实年轻人以及中壮年人 在得到这个流感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严重的症状 根据CDC的统计 其实在目前死亡人数方面 当然大部分还是65岁以上 同时有些重症的老人 但是在50到64岁的年龄族群 其实也是非常的严重 而且是仅次于65岁上的老人 所以本人呼吁 其实国人应该要重视流感的议题 可是在流感里面 其实很重要一个部分 是预防医学的部分 不是只是接种疫苗 更重要的 其实就是要做到化学预防的部分 因为从去年开始 其实CDC已经开放 50几岁以下的国人 只要他是有一些慢性病的话 其实是也可以公费 也可以免费的施打 但是更重要的是 其实从去年12月1号开始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 化学预防其实是可以做的 换句话说 只要是家人 还有呢就是同班同学 只要同事 只要有人得到类流感的话 其实是可以免费施打客流感 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化学预防 换句话说 如果你感受到 可能你的同事之间 有人得到的话 其实你可以赶快去吃药 吃药就可以做到化学预防 让身体里面的这个流感的 可能已经感染了流感病毒呢 是可以大大的把它抑制下来 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到时候 发病的时候的严重度 所以我想这部分 国人应该是要留意的 那当然目前的情况已经好转 但是呢 本席呼吁 国人是不要过度的恐慌 同时不要随意的去散布疫情 因为像之前 马街医院被有人讲说 已经是塞爆了 这个其实是会造成民众的恐慌 那只要提高警觉 随时做好自我的健康的防护呢 一旦有呼吸道 同时发烧 肌肉伸痛的症状呢 就及早就医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当你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 最好是要戴上口罩 像最近呢 我在搭捷运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就是 民众呢 戴上口罩的其实很少 那大家知道说 其实只要 这个流行性感冒 像现在流行的H1N1 人体试验就发现说 只要一咳嗽 距离你1.8公尺的人 就会被感染 所以1.8公尺 其实是 有一段距离的 这是飞沫传染 所以大家知道说 最好是戴上口罩 这是最好的预防 当然洗手也是 非常的重要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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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委员 现在 请 陈委员